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类似于什么十分钟二十分钟这样 让自己就是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去想 就相当于任性时就一段时间这样 然后我今年一直想做就是把专辑弄出来 但是到最后发现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弄 但是也会尽快去把专辑做出来 现在行程这么忙 如果给你一星期的假你会做什么 之前有看微博上有那个光柱 很想去看那个光柱 但那个就是没办法看嘛 就可能去类似于这种看一看 就是看到风景啊去走一走这样 看到以前自己青色的照片被网友关注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觉得很害羞吧 就是自己看着都会觉得很害羞这样 如果变成一种动物你最想变成什么呢 烤了 因为它可以一天都在树上睡觉 作为一个重庆人 给自己吃辣的程度打一个星级吧 我还挺能吃辣的 如果满分是五星的话 我应该在四星吧 自己参加的综艺最喜欢哪一个 就是冲三听买 对 有没有什么难忘片段可以分享一下吗 二十天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间 它只是一段时间 很难忘 粉丝做过让你最难忘的一年是什么 就是大家一块做公益吧 就是有个感觉 不光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一些力量 我们也把这些力量带给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 一个人的时候在家都是那种非常懒惰的 可能会睡个大懒觉 然后起来看看电视 打打游戏 偶尔也会出去转一转这样 冬天你认为最必不可少的散尽东西是什么 冬天就是圆服 暖宝宝 现在机器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吗 剧本导演合作演员 哪一个对你最重要呢 我觉得他们都是缓缓相扣的 其实就是只要是大家都在用心做 就一定有好作品出来 在剧组里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吗 剧组里边就是 就是那种小打小闹 然后大家老开开小玩笑这样 所以大家关系都不错 给自己的照片水平打一个分吧 自拍吗 当然不是满分吗 因为我很少自拍 穿高跟鞋练舞是一种什么体验 就是很累嘛 穿了之后就立马想脱下了 粉丝七千万了 五千万的粉丝福利准备好了吗 这个确实对不起大家 因为初初时间尽量给大家 被鱼刺卡了一次 再吃鱼是什么心情 我其实卡鱼刺的那一两个小时 里边我已经发誓了 我说再也不吃鱼了 但是我第二天还是吃 就会更小心很多的 听到海贼王要拍真人版 是什么心情呢 反正我是一种拒绝的心情 考到驾照之后 有没有自己开车去上班 有 20年后 大肚男和秃头 最不能接受哪一个 秃头啊 为什么要秃头 胖胖的还可以接受嘛 胖胖的可以用衣服盖住一些 那秃头就没办法盖了 最近又学会什么新的彩虹屁了吗 对粉丝说一句土味情话吧 你们今天怪怪的 怪漂亮的 你们是我最高的level